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问一下大家 你们是在体制内工作吗 你们有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或者亲戚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 几乎不怎么发朋友圈 反正我身边那些体制内的人 看男朋友圈永远都是一道杠 或者说只显示三天可见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体制内的人不发朋友圈呢 今天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 原因一 眼睛太多都盯着呢 体制内的人不是不爱发 是不能发不敢发 因为体制内水很深 大家城府都很深 都是表面的虚伪客套 没什么真正的朋友 体制内最需要的就是你为人低调 而发朋友圈就显得高调了 容易惹来非议啊排挤啊嫉妒啊等 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不发少发 我们来看一下通常朋友圈发的那些东西 体制内的人他们敢不敢发 像美食美景奢侈品他们都不敢发吗 比如吃个大餐拍个照发朋友圈 同事会不会嫉妒 老百姓会不会觉得 你们单位福利真好啊 你有没有腐败问题啊等等 你要是发一个带一块表 抽个烟喝酒的 然后背个包开个车 发一个进某关键单位的好消息 又在哪哪买了一套新房 去某个城市旅行 然后别人会说 你钱是从哪来的 具体交代一下 甚至组织部门都要介入找你谈话 甚至真的会把它搞得身败名裂 原因二 发朋友圈会暴露他的个人情况 体制内的人发朋友圈 会暴露一些给自己惹麻烦的 个人隐私情况 比如暴露行踪和状态 你上班发朋友圈 可能有人说你摸鱼 你下班发朋友圈 别人说 你怎么不用加班啊 别人会嫉妒你不用加班 你发自己努力工作周末加班的照片 别人会觉得你是在跟领导邀功 你发出去旅游的 别人会说你工作清闲 拿国家的钱在潇洒 这些通通暴露了你的状态 和你的行踪 然后发朋友圈 还会暴露你的个人爱好 体制内同事之间 并不适合分享个人爱好 因为在处同事关系时 特别的竞争支撑和岗位 有的时候会被拿捏 你发朋友圈 就是让对手知道你的好物 没准他正瞄准你 找不到点下手呢 好嘛 你这发朋友圈 暴露的一览无余 这还说搞不垮你吗 发朋友圈还会暴露你的个人情绪 我们在工作当中 都会出现一些不满情绪 那么发朋友圈就会成为把柄 有的人可能别有用心 会拿出来说事 比如你抱怨上司和工作 可能有人会截图发给你领导 也会让人觉得你这人不成熟不稳重 不适合在机关工作 原因三 体制内不能乱说话 体制内有很多要求 尤其是不能乱说话 如果说错的话 站错了对 或者说了一些违背原则的话 那就是大事 有些个人观点 不适合在朋友圈表达 政治正确是体制内混的命根子 有时候一句不小心的话 可能会葬送了前途 即便是发一些很私人话的感想 有些人会想 你说什么存在感呢 就你聪明 就你懂这道理 很多人不清楚在网络上 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为了确保安全 干脆什么都不说 体制内发朋友圈吐槽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所以只能发政治正确的那种 宣传的那种 正能量的严肃的那种 但是很多人又觉得 发这样的很没有意思 很乏味 所以索性就不发了 原因四 维护体制内的人设 一份职业通常有自己的人设形象 体制内工作人员的人设是端庄 沉稳低调内敛 这就需要所有体制内的人员 共同打造和维护 朋友圈可能有几百人上千人 有家人 有朋友 有同事 领导 陌生人等 他们大多数人知道你的身份 对你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印象 如果你随意分享生活内容 或者见解看法 很容易打破职业人设 如果反差太大 甚至职业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 而体制内工作 人际关系是需要好好维护的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不发朋友圈 好好维系人设比较好 好 以上就是体制内的人 不发朋友圈的原因 因为他们一言一行 都关乎到政治 关乎形象 微信成为了工作工具之后 工作和生活 已经没有了明显的界限 但是很多人又不想 把生活当中的状态 展示给同事 或者领导 所以最初的时候 分一下足 颈部分人可见 后来索性就不发了 好 我是泡泡 拜拜